新北市乌来区福山里 因为受到苏迪勒台风影响 从8号晚间开始断电 已经20天 居民也从13号起 安置在新店大峰社福馆到28号 住了半个月 去公所表示 福山里27号晚间已经恢复供电 居民最晚在30号要离开安置所回部落了 福山地区 昨天晚上7点半就供电了 那水的部分 现在我们工作正在抢修中 那最晚一定30号 他们全部要回去 那我们是公所是安排 有我们的是把从29 30这两天 接运到新闲里 据公所表示 由于电力恢复 道路小型车辆也可以通行 居民安置状况可以解除 不过面对回家重建 居民表示相当沉重 目前家里我们都还没有整理好 所以说回家还是很沉重 再来就是孩子他就学方面 如果家园没有整理好的话 我们学校那边国小学校也是 也没有办法整理 所以说回去还是有一点怕说 受到伤害这样子 现在有电只差是没有水 所以现在回去山上就 第一个是等接水 然后接水之后让在整理家里一些事情 安置在社府馆的居民终于可以回家整理家园 希望生活机能赶快恢复正常 不过居民也担心 未来只要一下大雨就会面临撤村的情况 而感到无奈 记者姆拉斯鲁鲁 新北市乌来采放报道